这部电影直接花光了王妃给的1.5亿美元 制作方不仅请来了麦克尔被担任导演 更是让小剑剑和本哈迪等人给观众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视觉声音 长达20分钟媲美速度有激情的跑车追踪戏 带有叠中叠味道的高楼营救 游艇突袭也用磁铁玩出了新发样 主打一个爽还要啥自行车 阿富汗赫尔曼德省 美军精锐三角洲特种部队 正在清脚隐秘在此的武装组织 狙击手掩护 无人机全方位监视 还有小鸟直升机随时火力支援 这样牛叉的阵容随便哪个据点都能轻松拿下 这天狙击手突然发现一辆联合国标志的面包车 恐怖分子粗心大意居然把优恩字母写反了 狙击手请求开火 但是上级只是让他继续观察 下一秒 十几名精英死于这场爆炸 都是麦克出生入死的兄弟 事后麦克选择退役 整日变得颓废甚至想到了吞枪自杀 直到有一天 一个男人用特殊的手段找到了他 只要跟着他干 不仅能除掉一些真正的世界级的邪恶之人 重点是没有人会阻止自己扣下班级 但前提必须假死 这个世间在无一丝自己的痕迹 在这个男人的安排下 麦克亲眼目睹了自己的葬礼 从那一刻开始 麦克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再拥有 只有一个数字器作为他的代号 而这个男人就是渐渐一号 一个富得流油的土豪 还在上初中的他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年满三十岁 创造了一堆科技 跟踪和隐藏人民的数字追踪 有些甚至卖给了中情局 不过美女香车已不再是他的追求 扫除世界上所有的恶人 以暴制暴才是他的快乐源泉 为了达成此目标 用他独特的方式在恰当的时机 在世界各地找到了六位身怀局记的精英和尊 这个团队的第一项任务 乱得就像一锅粥 疯狂逃窜的过程还得为队员止血 这帮恐怖分子追着他们不放 就是因为生意没谈 一号直接挖了他们老大的眼球 想用红膜识别打开恐怖组织的资料坊 这下好了 老大成了独眼将军 怎么可能让这几个人活着离开意大利 整个意大利也瞬间成了他们的战场 独眼将军不仅开出了大量杀手党 更是动用了武装直升机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 渐渐的六名队员似乎找到了感觉